消防局的停車場滿地積水 走進廚藏室更誇張 水不斷從水溝蓋四周冒出來 感覺下一秒水溝蓋就會被沖開 還有這排水孔沒幫忙排水就算了 反而還噴出水來 不只這裡 這棟建築處處都有缺失 有一些寢室會造成一些落水的情形 地下室會造成排水孔會冒水出來 造成積水對我們來說是比較困難 這是桃園市消防局大難分隊 跟因為918強震天花板崩塌的巴德運動中心 同樣都是桃園市耗資12億的大型建設 北景雲計畫 而這消防局從2020年12月落成以來 就發現聽設的缺失層出不窮 消防局發函要求承包商改善 但到現在問題還是存在 我們的消防分隊是來守護我們桃園市民的 結果他們的牆面持續劣化 你要這些消防分隊怎麼安心 他們到底是他們是不是住在一棟圍樓啊 自身媒體人爆料 北景雲計畫中的消防局大難分隊 多達153項的缺失 承包商卻沒有如期修繕 改善率不到三成 不只漏水還有牆壁劣化腎水 甚至還有跳電問題 對此新工處做出回應 這一年還多大概100多件 那現在陸陸續續續起來 大概剩下十幾件 那這十幾件其實我們都有按月 多做列管追蹤 那這廠商如果有修好 那就解案 如果沒有修好 新工處會動用保固金把它修完 工程難免會有缺失 但驗收時沒發現 導致民眾在使用上遇上種種漏洞 實在是很難讓人安心使用 TVBS新聞廖宗慶 中文宣桃園採訪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